一些人所要的那种放开是不可能的 至少京东明春的中国绝不会那样做 无论他们喜不喜欢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基于此 现在探讨这个主张没有意义 只会造成人心的混乱 增加社会上的焦躁情绪 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是怎么把20条落实好 尽最大可能不因这种落实 而导致疫情的严重扩散 因为20条是有科学依据的 它的目的就是促进精准防控 比如公众意见 最大的是封城 封街道 封小区 而20条要求要把高风险区 锁定在楼栋和单元的单位上 只有特殊情况才能扩大高风险区 就北京市的情况来说 此轮疫情汹涌 但迄今对这一条落实的相当好 老湖周围已有多人所住的小区 出现阳性感染者 甚至一个小区内有多个楼栋出现感染者 但封的都是单元或楼栋 小区保持开放 这比今年4、5月份 那波防疫有了实质进步 接下来就是唐食和公共场所的关于开问题 北京多个区本周末又开始停唐食了 一些餐馆告诉我 通知的是停止唐食一周 另外部分居家办公也已开始倡导 城市将在相当程度上静下来 虽然这个周末街头的汽车很多 但人们的社会活动大为减少 这种局面的出现 不能不说令人遗憾 希望但对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 会比我能感受到的萧条小一些 重要的是上一轮疫情北京停止唐食36天 希望此轮北京的停唐食的时间能够大大短于上一轮 那也将是重要进步 第三是跨区跨省流动问题 老胡仍有朋友在进出北京 文旅部刚刚出台了跨省旅游经营活动 不再与风险区联动管理 这一点如果能够得到严格落实 也是重要进步 最近虽然疫情上升快 但全国新增大规模风控的消息的确减少了 如果我们的社区风控少了 社会活动限制的时间短了 跨省流动限制也少了 在冬天病毒活跃的情况下 病例有一定增加 但是总量能控制得住 各地人们感染的几率仍然很低 死亡病例更是保持在很低水平上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安全有保障 那么我认为就是成功 现在最要防止的是两种情况 一是有的地方病例刚有所上升 就慌张了 重新搞大规模静默 二是要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 直至失去控制 而且疫情如果在一两个地方完全失控 将会打乱整个国家的防控全局 我们必须在坚守20条的基础上往前走 保持对疫情大的控制力 同时给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 开辟更大常态空间 一些人不要再喊放开了 更不要宣扬躺平 那样会引导对20条的误读 对全面推行20条只会有害 毫无益处 也不要宣扬只能或者放开 或者反复静默封城 没有中间的选择 我们不搞封城 但是有巨大的防控投入 怎么可能没有效果 只是我们对效果的认识 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 在奥密克戎传播如此迅速的这个冬天 我们保持助低感染率和极低死亡率 这就是巨大的成果 也是老百姓想要的成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